杨丽花 杨丽花不只是台湾歌子戏的代名词 她一生的努力更是台湾歌子戏的历史缩影 1944年出生的杨丽花 是台湾知名歌子戏艺人 女演员 歌子戏戏剧制作人 还提时代的她 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 便成为知名的野台戏演员 也是台湾电台歌子戏 电视歌子戏的创始者 让歌子戏在当年能于电视媒体流传 她的成功提醒了许多后辈 包含去年刚获得金钟奖式帝的陈亚兰 以及纪力如潘丽丽 简佳玲 叶丽娜等歌子戏名里 她的人生就像是台湾歌子戏发展的历史缩影 杨丽花的歌子戏演出 绝大部分为女扮男装 这不但是她的演出特色 也是台湾歌子戏的特色 但她结婚后却屡屡传出老公出轨 甚至老公80亿的财产 竟然一分钱都不想给她 甚至在国外还养了一个私生子30余年 实在是令人唏嘘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讲一讲杨丽花的故事 杨丽花 本名林丽丽花 台湾宜兰县原山香人 台湾国宝级歌子戏艺人 电视与电影女演员 歌子戏 戏剧制作人 其夫婿为台湾骨科名医 前立法委员红文斗 告别舞台多年 2016年正式宣告复出 从1947年就上台演出的她 不但是1950年代 1960年代的知名的台湾歌子戏 也台戏演员 也是台湾电台歌子戏 电视歌子戏的创始者 她于1970年代 所组成的台式歌子戏团 不仅让歌子戏 以电视新媒体得以流传 也培养诸如陈雅兰 纪丽如潘丽丽 简佳玲 叶丽娜等歌子戏明明 和柳青 叶青 小明明 并列歌子戏四大小生 杨丽花的歌子戏演出 绝大部分为女扮男装 这不但是她的演出特色 也是台湾歌子戏的特色 杨丽花虽为宜兰人 但其演戏使用闽南语时 并不使用宜兰枪 而用台北枪 生于1944年的杨丽花 家中排行老二 上有哥哥 下有两个弟弟 及两个妹妹 并没有接受任何正规学校教育 1947年起 杨丽花加入母亲杨昊所在的 台湾宜兰知名歌子戏剧团 宜春元 1950年 杨丽花与母亲于戏院和外台演出 由该剧团所致演的 安安感激 该戏不但是杨丽花 首次单纲演出也因为杨丽花精湛演出 而获得一致好评 1940年代末期 歌子戏人为全台湾最受欢迎的娱乐或戏剧 因此杨丽花 以安安感激这出戏剧里面的演出名字 小安安文明 1957年 13岁的杨丽花正式成为宜春元歌子戏剧团的成员 所有演出均为女扮男装小生演出 因为她扮相美 不但迅速成为该团的台著 随后的1961年 更以陆文龙一剧 走红泉台湾 这出戏也奠定她为台湾歌子戏第一小生的名号 1962年 杨丽花被赛金宝歌剧团挖掘 除了继续 以小生扮相 与歌子戏界 受到观众欢迎外 也连同该剧团 与当时的台语电影风潮推动下 在1960年代期间 演出十数部歌子戏 台语电影 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这时期杨丽花还以女装扮相 以借用30年代台语歌谣歌名拍摄而成的 正令电影《望春风》中 担任女主角 在1968年 以素有极致歌王之称的男艺人张帝 共同演出许首人所指导的 黑白台语电影《张帝找阿珠》 片中是演会珠一角 1972年 安平追响曲 一曲改编成的电影 《回来安平港》 饰演女主角阿金 这些是杨丽花极为罕见的女装演出 这阶段的杨丽花的演出《众星》 以从1950年代末期的野台戏 转为戏院演出的那台戏 许多戏院甚至为了杨丽花 把本来放映电影的戏院 改装成适合歌子戏演出的舞台 可见当时的她有多红火 杨丽花与老公洪文栋 结婚已经超过30多年 昔日一直给外界抗力情深 模范夫妻的印象 回顾杨丽花和红文栋的感情 两人是透过朋友介绍认识的 尤其离过婚的红文栋 第一次约会 还让杨丽花等了两个小时 甚至身边还有前妻的三女依子 即便如此 她还是深深地抓住了杨丽花的心 两人爱情长跑 八年后决定互许终身 据说当时杨丽花婚后 甘愿不生孩子 专心担后妈 照顾好丈夫和她前妻的孩子 但她的无私付出 似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珍惜 两人结婚后 就一直婚变传言不断 事实上 红文栋在2009年时 就曾被拍到 与一名女子同逛夜市 当时夫妻俩都失口否认婚变一事 直到几年前 二人终于被爆出分居的消息 根据苹果日报报导 红文栋已经不止一次 婚内出轨 只是每一次被抓包 她都会马上认错回家 唯独2009年时 她在基隆庙口被拍到 与一名女子同吃肉羹后 就再也不肯认错 也不愿回家 气得杨丽花 直接从大直搬回天母老家 此外 相传身为医生的红文栋 其实看不起各子系团圆 当初也反对妻子投入鸽子系 后来红文栋重病 也一直是杨丽花在旁照顾 而据杨丽花密有透露 红文栋重病后 开销就一直都是她在支付 丈夫丝毫没有要付钱的意思 虽然两人在那时候早已分居 但卡在财务上未厘清 所以也就一直没有签字离婚了 2018年11月5日 杨丽花老公洪国栋 惊传过世 享受80岁 消息走漏后 让粉丝相当震惊 纷纷询问消息的真实性 之后经纪人证实 她因为心脏问题病逝 事实上 红文栋虽然一直被冠以杨丽花的老公名号 但她自己也是个富二代 爸爸是星光集团的大股东 红万传 传言说 身价至少80亿的红文栋 在分家产时 生前竟然表示 杨丽花既不缺钱 也没有为她生小孩 所以一毛钱都没有给她 令她相当心寒 倒不是为了钱 而是因为丈夫的绝情 据苹果日报报道 杨丽花和老公红文栋 结婚多年 虽然婚变 分居传闻不断 老公出轨新闻评出 甚至还有50多岁的男子出面 表示自己是红文栋的私生子 婚姻感情事 又让外界讨论不断 据悉 不久前 男子徐国章声称 是骨科名医 也是国宝及歌字系演员 杨丽花丈夫 红文栋的儿子 据悉 徐国章几年前 向法院提起诉讼 开庭时 她拿出母亲的照片 汇款证明 以及红文栋帮忙支付她大学学费 手术费用 证明红文栋和母亲有往来 红文栋生前 逝临地方法院审结后 判决徐国章胜诉 认定她与红文栋 有亲子关系 红文栋去世后 由杨丽花及其子女 承受诉讼 提起上诉 但台湾高院法院认为 杨丽花等人并未证明徐国章 是由他人收养 而且红文栋与徐国章会面时 徐国章都以爸爸称呼红文栋 红文栋也未否认驳斥 而红文栋也曾提供徐国章生活费用 任两人有亲子关系存在 因为血缘关系存在 红文栋又有抚育的事实 可视为一刃领 徐国章请求确认 亲子关系存在有理由 不过红文栋生前 杨丽花一直坚强表示婚姻关系 还有和对方的感情不受影响 正当大家以为 他们走过婚变风波 结果才是隔一年 老公金被传出 已经卧病离开 让外界十分惊讶 当时记者求证杨丽花 她也透过经纪人陈秀卿回应说 红文栋先生的确已经因心脏肃疾发作 移开 没有承受太多痛苦 并表示她本人现在陷入了无限的悲痛之中 希望外界可以默默给予关心 不要打扰到他们 2016年睽違目前多年的杨丽花 难得有大动作 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付出荧光幕 并投身制作电视歌子戏 中校结议 杨丽花重出江湖的消息 宛如在演艺圈内投下一枚震撼弹 让大家都非常关注 在台湾 杨丽花就是歌子戏的代名词 她从小演到老 从野台演到电视 演进国家剧院与小巨蛋 她惊人的个人魅力 把歌子戏变成流行文化 进入表演艺术殿堂 并以实际行动担起传承重任 她的土地歌子戏小生陈亚兰 此前首开先例 以女性身份 拿下金钟奖戏剧节目男主角奖 她感性地把这份荣耀 献给恩师杨丽花 并说 她是我一辈子的恩人 她教我做人 教我演戏 教我如何诠释男性角色 杨丽花手把手交这个后背 言如师徒 情弱母女 对杨丽花来说 歌子戏是真正的台湾文化 一定要传承下去 她虽然没有机会拿最佳男主角 但1993年就抱走金钟奖特别奖 2013年拿到全球中华文化艺术新传奖 终身贡献奖 今年在货班 第三十三届 传艺金曲奖 戏曲表演类特别奖 出身戏班的杨丽花 自幼耳濡目染 母亲生她的那一天 还在戏台上表演 她打趣地说 自己娘胎内就听歌子戏 到出生 杨丽花的眼神灵动 演皇帝 将军英气十足 演示锦小明 娇汉鲁直 演技细腻 魅力四射 迷倒无数女性粉丝 从黑白电视 演到彩色电视 杨丽花录播过 七侠五艺 杨家将 梁山伯与祝英台 隋唐演绎 相思曲 莲花铁三郎 薛仁贵争东 红楼梦与洛神等好戏 开创电视歌子戏黄金时期 也以王文英与竹鲁马 拿到1988年 第二十三届金钟奖 这是歌子戏 首次获得金钟奖 杨丽花认为 歌子戏表演 如果没有改变与创新 一定会流失观众 她经历广播 电影 便是等不同演出形态后 1981年与老搭档 娘子许秀年 在台北国父纪念馆 演出与娘 成为歌子戏 跨足现代剧场的先驱 之后 陆续在国家戏剧院 演出旅步与貂蝉 梁柱等大戏 2012年更开先例 跨界登上台北小巨蛋 和陈亚兰共同演出 薛丁山与梵梨花 她一再为歌子戏突破疆界 为的就是不让这项传统戏曲消失 她一生可说是为歌子戏而生 此前推出的新戏中校结役 从筹备到拍摄完成 耗时五年 也是她睽違多年回归电视 就是希望透过个人号召力 重新让歌子戏走回家庭 让更多年轻人欣赏歌子戏 杨丽花对于歌子戏的贡献和执着 令人敬佩 希望她能在这条逐梦的路上 继续前行 也祝愿她能保持身体健康 开心每一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